阿倫瑞 早安 大家都到了 所以我就不用再點名了 我上個禮拜 課程結束的時候有問同學說 請同學如果有樂器 今天可以帶過來 我們來把阿倫瑞阿卡農前面的前奏家 拿到我目前暫時沒有看到任何的樂器 所以有樂器藏在哪裡嗎 口風琴 口風琴藏不住吧 口風琴蠻大的 只有口琴吧 口琴應該是可以 口風琴至少會有2%以上 好啦 別擔心 如果假設沒有的話 那我還是一樣 我們先來聽一首歌 後面再來唱阿倫瑞阿卡 我們上個禮拜結束了巴洛克 我們今天要進入到古典時期 在進入到古典時期之前 我們先很快的複習一下 看一下你的筆記本 或者是課本 八十八一八八或八九 我們來複習一下上個禮拜 我們聽什麼曲子 以及我們上禮拜複習的 不是複習的 我們上禮拜認識的 有哪一些重點或特點 我們用很快三分鐘 我問一個問題 然後全部一起回答我 上禮拜我們認識哪一個錯學家 Hunter 然後我們上禮拜 聽他的哪一首曲子區別是什麼 Hallelujah 然後選字 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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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神句 神句 神句 很好 他的素材基本上是來自於 跟聖經相關的故事 然後他的演出的形式呢 沒有錯 有宣句 有詠唱 有重唱 有合唱 但是一個最大的特色 他跟歌曲的差別在哪裡 除了剛才我們說 那個 來源不一樣 很好 沒有演戲 就所謂的只唱 不演 這是上個禮拜我們認識的Hunter 跟他的作品 好來 上個禮拜我們後來也認識了巴洛克 好來 巴洛克 人是實力物 人我們就不說了 就是我們認識了巴哈 Hunter等等 好 他的事情 我們 好我們先來講這個時間 好 時間是哪一年到哪一年 1600到1750 1600到1750 好 那地點呢 好 很好 人是實力物 好 來 那我問幾個代表性的東西 巴洛克時期 重要的樂期是什麼 大劍情跟 很好 管風情 然後上個禮拜我們最後 用那個王宇嘉的那個影片 還記不記得 他有七個 還有歷路的那個鋼琴結尾 好 因為剛起這個時候 好 1709 好 再來 什麼是巴洛克 不規則 很好 不規則的珍珠 他是哪一國文 葡萄牙文 葡萄牙文 然後 再來 他是反鳳的意思還是讚美的意思 反鳳 為什麼 因為他跟守舊派 守舊派 對 守舊派認為 負利堂華的那個美學官 跟原本的文藝復興的美學 是不太一樣的 不太一樣的 他覺得 這個 負利堂華的裝飾啊 雕刻啊 太前衛了 所以他們就用變形的珍珠 來這個 反鳳 這個巴洛克時期的美學 那為什麼用珍珠呢 是因為文藝復興時期 那個珍珠是很多女生重要的一個元素 所以 在本來的珍珠就是非常非常單純的 但是 到了巴洛克 都要把它裝飾雕刻一下 所以 他們就說 這個不是我們認識的珍珠 所以用變形的珍珠 或者是不規則的珍珠 來 描述它 好 接下來 幫我回到 筆記本 好 我們再來 認識 新的一首歌曲 那 這一首歌曲呢 我覺得 大家一定很容易的猜出來 他是定題題的 因為他很容易猜出來 所以我要再給同學兩個任務 你在等一下告訴我 他是定題題的同時 你幫我聽聽看 他是什麼運氣嚴重的 以及 他的速度 是快的 或慢的 好 好 來 這一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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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几题的 然后帮我听听它的乐器还有速度 然后我们来讨论一下 它是什么乐器演奏的 很好弦乐器 然后你们觉得它的速度是快还是慢 快的 好来帮我把课本104页打开来 我们来看一下课本怎么介绍这首曲子 那我们就用这首曲子来进入到古典时期 104页 好来帮我把那个标题莫扎特 弦乐小夜曲 K525第一乐章 好来把它全部把它画起来 就是包含了曲名跟作曲者 好 作曲者是莫扎特 好然后它的乐曲名叫做弦乐小夜曲 它的编号是K525 然后第一乐章 好先把它画起来 等一下我们来再来认识这首曲子 在我给你们补充一些关键词之前 你帮我看一下弦乐小夜曲这个曲名 它是用什么标点符号把它放起来的 说明号 说明号很好 那有没有曾经看过有没有哪些歌曲 它是用片名号 就只有单键的 那什么时候要用说明号 什么时候要用片名号 什么时候用单键 什么时候用双键 为什么这里要用双键 它怎么样 很好 很多手组起来 就是如果假设这一个乐曲 它包含了多乐章 它包含了两个乐章以上 就是它一定是用书名号双键 如果假设它只是一个单纯的一首歌曲 就单纯的一首歌 那就是用片名号 就是单键 单键 换言之如果假设我们现在说歌剧魅影 好了 我们要呈现歌剧魅影这个作品 我们先用单键还是双键 要用双 然后里面的歌曲 歌剧魅影影 里面任何一首歌曲 例如Think of Me 好了 那我们要表达Think of Me 我们要用 对 偏名就是单键 刚好 课本有出现 我们就停一下 接着你帮我先往回翻一页 翻到103页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作曲家 然后还有这个曲子 我们要认识的一些内容 我们等一下再回到这个音乐的部分 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103页 莫扎特的Ing 莫扎特1756年生 然后他哪一年往生 1791年 你帮我睡他到活了几岁 1756到1791 三十五六岁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Hashtang的第二行 一生共创作626部作品 把这个Hashtang把它画起来 他一生创作了626部作品 多不多? 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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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来问同学一下 他课本写说他六岁开始可以创作 六岁开始创作 那我们刚刚说他活了大概三十五六岁 换言之他的创作生涯三十年 可是他创作了626部作品 所以他平均一年要做几部作品? 平均20部 这到底多不多? 很多 很多 到底有多多? 呃 你们有听过一个歌剧的作品 叫做杜兰朵 杜兰朵公主 他的作曲家是谁? 很好 普希尼 你们可以猜猜看普希尼他创作几部歌剧吗? 呃 我应该这样说 就是 莫扎特他终其一生总共创作了626部作品 可是呢 普希尼他终其一生 我应该这样说 莫扎特做了626部作品 包含了歌剧 包含了交响曲 包含了钢琴重舞曲 等等 好多不同的类型 但是普希尼他只有创作歌剧 终其一生就只有创作歌剧 没有其他的作品 好 那你们猜猜看普希尼他总共创作了几部歌剧 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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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创作歌剧 然后只创作三部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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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答案 不过我好奇 你为什么会想要说三 因为三代表多还是 哈哈 无三不才你还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再给我一个数字好不好 因为觉得我普希尼太远了 普希尼听起来比较弱 可是626变三会不会 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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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部歌剧 OK 好 没那么多 好来我告诉你 普希尼他总共创作了十部歌剧 哈哈 对啦 对啦 其实跟你差不多啦 可是我刚才就想很好奇 你为什么会猜三 因为其他的可能都是猜 可能两百多啊 就是620多的 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之类的 好 他终其一生只创作十部歌剧 十部歌剧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莫扎特 我们跳到那个 hashtag上面那个文字 好不好 倒数第五六行 你帮我看一下 他总共创了六百二十六部作品 其中包含了 歌剧 二十二部 然后还有呢 交响曲 四十一首 然后各类的奏名曲 各类的奏名曲 什么是奏名曲 我们等一下会带同学认识 还有 还有协奏曲啊 西游曲啊 小乐曲等等的 总共六百二十六部 我们先不要管六百二十六 就光歌剧 他就写了二十二部 然后普吉尼 终其一生 就只有写歌剧 然后他只有写了十部 都写了十部 好所以 我只是要用这个例子 用这个数据来跟同学强调 莫扎特他真的很厉害 所以他为什么被称说音乐神童 被称说音乐神童 好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hashtag的第四点 十九世纪 地质学家 扣孩儿 整理 重新整理他的作品 然后所以末早他的编号啊 就用K 他的作品编号就用K 所以我们刚刚说 学院小乐曲是K525 所以他也是另外一个例外 作品不是用Opus 或用Number来编号的 我们上个礼拜认识 哪两个作曲家 也不是用Opus 或是Number 来做编号 他的作品 B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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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Baha 他的作品编号用什么 H Baha Baha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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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麼是咒名曲 我們來看一下底下這個表格 咒名曲它一定會包含三個樂章或四個樂章 咒名曲它一定會包含三個或四個樂章 然後它一定是戲樂曲 不會有聲樂曲叫做咒名曲 沒有就是它一定是樂器演奏的歌曲 這是兩個最大的概念 再來比較細部的地方 來你看到第一樂章 你幫我把快版咒名曲式把它畫起來 快版咒名曲式第一樂章 它每一個樂章都有限制 而且都有規定的 都有不同的規定 再來第二樂章 幫我把慢版變奏曲式把它畫起來 慢版變奏曲號 剛才我們說的第一樂章快版咒名曲式 基本上是絕對第一樂章 一定要快版一定要咒名曲式 可是第二樂章就只有強調一定要慢版 但是大部分的時候都是變奏曲式 換言之有時候它會用其他的題材來代替 但是大部分都是變奏曲 最後一個樂章快版輪選曲式 把它畫起來 快版輪選曲式 好這個就是所謂的咒名曲 它一定會三到四個樂章 然後一定是七樂曲 然後第一樂章快版咒名曲式 所以我們剛剛聽的弦樂小樂曲 就是第一樂章快版咒名曲式 等一下我們來認識它 然後第二樂章一定是慢版 大部分都是變奏曲式 但我們下個禮拜會介紹到這個曲式 我們再來說 第三樂章輪選曲式 我們可能不一定有時間介紹 但是你們一定有聽過有一首歌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仁選曲式 它就是莫扎特的一個咒名曲當中的第三樂章 第三樂章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一樂章 就是我們剛剛畫的快版跟咒名曲式 底下 你幫我把那個程式部發展部在線部畫起來 什麼是咒名曲式 就是它一定要包含三個部分 包含了程式部發展部跟在線部 好 哪兩個部分會很像或幾乎一模一樣 程式部跟在線部 好 那個發展部啊 你幫我把那個主題發展跟轉調把它畫起來 好 等一下我們就來聽聽看 回到我們剛剛那個K525 看看是不是這樣子 好 程式發展在線 好 那發展的就是主題發展或是轉調 好 如果OK的話 你幫我再往回翻到 往後翻到104頁 我們再來聽一次這個曲子 好 順便來檢視一下 它是不是真的是快版 然後有程式發展跟在線這幾個部分 好 來首先請同學幫我看到音樂導臨的部分 好 我們來畫幾個重點 好 第一個 那個速度跟弦樂合奏 把這兩個關鍵字畫起來 速度跟弦樂合奏 好 然後速度是什麼速度呢 剛剛同學說的快版 我們來檢視一下它是不是 來幫我看一下那個普利6之1 底下有沒有看到一個ALEGO 好 ALEGO什麼意思 來我們翻到 然後 課本後面的一個 音樂術語 好 113頁 113頁 你幫我檢查一下那個ALEGO 是不是快版 113頁 113 最上面 最上面 應該是藍色的那個底線嗎 那裡 有沒有看到ALEGO 快版 好 確定之後我們把它翻回來 它真的是快版 它符合了我們剛剛說的 這個重名曲的第一樂章 一定是要快版 好再來 音樂導鈴的第三個Icon 它說這個是一個重名曲式 所以它有程式部發展部在線部 我們來對照表格 來普利 6之1 6之2 6之3 旁邊 這個左手邊有那個程式部把它畫起來 程式部 好 到了105頁 你幫我找到發展部跟在線部 好 都把它畫起來 所以換言之 它的程式部是這樣開始的 這是我們剛剛有聽到的 好 到了發展部呢 它用這個 好 我們剛剛說的主題發展 或轉掉 然後再線部又再回到 好 要不會聽到這裡 你來檢視一下是不是真的這樣子 好 最後一個重點 音樂導鈴的第四個Icon 它說這個曲子是古典時期 為了那個皇室慶典 戶外博動而創作的 然後帶有歡愉的這個 樂曲的這個氣氛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 再提一次 你對照著這個普利 然後看一下 有沒有聽到程式發展在線 然後再檢核一次 它是不是快板的部分 好 來 這程式部 普利6之2 一樣還在程式部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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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進入發展國土地的這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回到在線路 好 那我把這個音樂聚集放把它聽完 那同學利用這個時間把那個課本的頁數取名做曲子 然後補充在筆記本來第一題啦 第一題啦 好 那麼我來看 好 那麼我來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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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